Skrooky Skirty Skeletons Speak with such a screech You'll shake and shudder in surprise When you hear these zombies shrieking Skrooky Skirty Skeletons And shivers down your spine Skrooky Skirty Skeletons And shivers down your spine Skrooky Skirty Skeletons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Felix 今天我已經來到萬奇沙城堡 我相處在這個山卡的地方 去拍照 是關於萬奇沙城堡 我目的是做什麼呢? 目的是逗留20分鐘拍照 事不宜遲 我介紹一下萬奇沙城堡有什麼特色呢? 我現在來到萬奇沙城堡的門口 其實這個萬奇沙城堡 之前是沒有人住的 現在就看到 越來越多是人家住的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 萬奇沙城堡是怎樣構成呢? 就是用石來挖個洞 如果房間夠大 最大的話可以做成一個劇院 如果小的話可以做成一個房間 挖不到就是一個石頭 加上如果挖到大一點 就可以用來做餐廳或者客廳進去 其實這個萬奇沙城堡 現在看到其實都偶爾有些人進去參觀一下 我站在門口了 我現在不宜遲 我就進去看看 那就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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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萬奇沙城堡的門口 你看到 我身邊身處 看到有駱駝 有駱駝 可以給大家拍幾張照片 現在落圖都很漂亮 好了 進去了 現在我就進入萬奇山城堡的地區 如果我想說 其實我就說 這個萬奇山城堡其實都是比較盛大一點 路面雖然是斜 但還是盡量要小心一點 可以避免有路面凹筆不平 那我上去了 那我現在就介紹一下 錄影一下 再拍一下照片 來到萬奇山城堡的範圍 我現在介紹這個石頭 全部都是刮洞為主 其實這個 這裡的萬奇山城堡 大部份都是住宅 越來越多人住的 隨著這一年有些人都會搬進去住 還有 如果櫃的最大洞可以做酒店 或者是 可以是一個音樂廳也可以 或者是餐廳 如果小一點就是 一間房 如果櫃不到就只有一個石頭 其實我想說 介紹這個地方 我就看到 全部的結束物 都是跟石頭為主 跟其他傳統的大廈 完全都是 完全不同 我剛才看了這個 萬奇山城堡 就是 有時候都是雕刻 或者有很多古蹟 那我就因為 時間關係 那我現在就要準備離開了 剛剛介紹完了 剛才你們 看到這個萬奇山城堡 你們覺得怎樣 記得 就留意那個 comment 那我呢 現在就準備回去 因為我現在參觀完畢 好啦 今天我的介紹是這麼多 請大家記住 不要忘記給個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記住留意社群 和影片更新的資訊 還有記得 開一個提示 發佈的資訊的提示器 記得留意我發佈的資訊 好啦 今天的時間就 下一節再見 拜拜 拜拜